大家好 我是拉利法 专场是中东料理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道菜 叫做卢比亚 什么是卢比亚呢 卢比亚在阿拉伯语里面 就是豆子的意思 那一般来讲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吃豆子料理 所以他们有时候呢 就家常就会蹲一锅豆子 一锅梅豆 然后蹲一锅 然后一家人吃好几餐 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要介绍植物肉版本的 埃及的梅豆炖肉 节目开始前呢 那欢迎你按赞订阅 开支小铃铛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卢比亚需要用到的食材有 黑眼豆豆 罐装的番茄 另外还有植物肉 我今天准备了两种 不同的植物肉 一种是肉丝 一种是绞肉 另外还有洋葱 大蒜 至于需要的香料有什么 孜然粉 红椒粉 还有少许的盐跟胡椒 跟素食汤块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呢 今天在料理豆子 就要提醒一下大家 然后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泡过夜的样子 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 豆子我会建议 至少要泡三个小时以上 好 豆子呢 放在滚水里面煮软 在我们煮豆子的同时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 其他的来做前置料理 我们先来处理 我们待会会用到的 洋葱跟大蒜 洋葱跟大蒜的话 洋葱把它们切成 也不用到切成末 但是切成小块 因为待会在炖煮的过程中 它就会变得比较软 比较利于炖煮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处理 我们的植物肉 把它做成肉丸子 切成块状 丁状 因为其实我的用意 就是希望在那个 在做肉丸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些 有弹性的口感 好 接下来把它放到碗里面 因为它脚肉 其实它本身是有点韧性 然后那个肉的话 我是希望增加它的口感在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它混合起来 混合得差不多之后 还是像这个捏丸子 它本身是件 蛮随性的事情 它也没有说硬性规定 是一定要捏得多大多小 那就这样子 把它捏成一个丸子状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做那种 煎煮的定型跟上色 像这里的话 加热完成之后 就把它都拿出来 然后豆子的话呢 把它瀝干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炖肉了 那首先我们就是用刚才的同一锅 把洋葱跟大蒜 放到锅子里面去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刚才是不是有一罐番茄 把番茄放进去炖煮 用锅铲剁碎它 用锅铲剁碎它 黄红茄差不多剁小块之后呢 它本来的酱汁 因为慢慢是收干了 那就代表说 我们开始可以下走味料了 一大匙红椒 一大匙汁染 加入盐还有黑胡椒 好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 这时候就把丸子下下去 因为开始我们要开始进行 最后一个步骤炖煮了 所以我们就加入丸子 豆子 这样这时候把水加进去 还有两个植物汤块 再上锅去炖煮它 炖煮到它变得浓稠了之后 它其实这道菜也就完成了 好了 经过我们这样子 经过炖煮之后呢 来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煮的结果如何 现在这个状况呢 就差不多 就是汤汁已经几乎都收干了 然后豆子的话呢 也这样特别都煮软了 好 那时候我们就把火给关起来 可以盛盘啦 现在呢已经有一股非常的温和 又诱人的香味 然后我们这个卢比亚 安锡一道炖肉 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它是像锁的炖菜一样 你千里把它炖好之后 当天吃嘛 对不对 当天吃好吃 然后风味更醇厚 是你可以把它放着 放过夜 那放过夜的话 那炖菜的味道 它会更入味 味道更好 配饭 配面 夹到面包都很好吃 那这道菜全新的做法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口感 介绍给大家 谢谢大家